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我们的小朋友呢 今天是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一个Yuki姐姐 今天呢是想跟我们的小朋友呢 展示一下我们两个史莱姆 或者是两个鼻涕胶 或者是叫做粘粘胶 这个呢是我自己用我们的草莓酱 做出来的非常可爱的 可食用的一个草莓史莱姆 或者是叫一个草莓粘粘胶 再另外一个频道呢 是叫做DIY和我一起玩 DIY创意与灵感 是也是Yuki姐姐呢 自己做的一个频道 然后在那个频道当中呢 是跟大家详细的展示一下 怎么样可以自己DIY制造出来 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粘粘胶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推荐你推 看一下另外一个频道 在那个频道当中呢 是也有非常多的可爱的 一个好玩的这种小的一个视频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 在用生活当中的一些废旧物品 给我们的芭比娃娃 给我们的娃娃 给我们的小的这种乐歌游戏呢 去做各种各的一个配件 希望你能够喜欢 在这里是打了一个小小的广告 我们今天呢 是想跟我们的小朋友呢 做两个对比 然后在另外一个视频当中呢 我做完这个可食用的草莓史莱姆呢 是自己也可以尝了一下 就是做完了之后呢 用小勺子稍微的尝了一下 味道还可以 可以这么说 感觉是像布丁过去像果冻 但是如果我们的小朋友呢 是玩了很久 比如说你把你的这个自己制作好了 这个草莓史莱姆 或者你自己制作好了这个宁言椒呢 你给它放到桌子上 玩了很久之后 千万不要再吃了 因为这个这样的话呢 就不干净了 你放到桌子上的话呢 或者放到到处去玩的话呢 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一个细菌 然后就会变脏 如果你吃到肚子里的话呢 就会生病 所以呢 如果你玩过这个宁言椒的话 千万不要再去吃它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两边呢 是不一样的一个拟粘胶 或者是不一样的史莱姆 我的右手边呢 是这种粉红色 或者是一个桃红色 它是一个Oil Slime Oil Slime 它就是一个石油拟粘胶 是我们自己在外面买到的 或者是在网上订购到的 我这个是在网上亚马逊 订购到了这样的一个拟粘胶 相对来说呢 我们自己做出来这个草莓口味的史莱姆 或者是草莓口味的黏粘胶呢 是更加的固体一些 而且看起来呢 也是更加的没有那么粘 如果你把它这个用手呢 给它撕开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石油黏粘胶呢 是更加的滑动 更加的果冻 如果你这个撕我们这边的 手工自制的话呢 就感觉就像撕一个胶水 固体块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然后呢 如果你这个做好的石油黏粘胶的话 是大概过了一个三五天之后 基本上呢 就没有它原来那个形状了 所以我们自己做的东西呢 一定要是随用随做 要保鲜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这个 外面买的这种 Ear Slime 它呢 可以保质非常多的一个天数 然后你放在这个小罐子里的话呢 就不用担心它会变成水 我们这个自己做出来的呢 里面没有放这种添加剂 所以呢 你制作出来的这个史莱姆呢 就是保持不了几天 基本上呢 过个三五天的样子 如果是看房间里的温度的话 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呢 比如说在夏天 也是非常容易就融化掉的 所以在这里 如果是推荐给我们小朋友 你是想在家里做 做完之后呢 基本上你是 过一个周末就没有了 最好呢 就是随用随做 如果你是比较担心 你会过敏啊 会生病啊 或者怎么样的 是推荐你可以玩这种可食用的 这种草莓史莱姆 如果是不会身体比较强壮 然后自己免疫能力比较好呢 就可以来试一下我们的油史莱姆 它呢 就是里面放了相对比较多的 这个添加剂 可以让它呢 能够保持住它这个形状 所以也是非常的不错 好啦 如果想看到更多的这种 相关的视频的话呢 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屏幕的下方呢 也是非常欢迎你 能够留下你们宝货的留言 你们的愿望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视频呢 或者我们频道当中 接下来的所有的 这个小的视频 会根据大家的一个愿望 再来做相关的一个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如果你有这个愿望的话呢 是一定要在视频的下方 跟我们留言啦 没准我们下期呢 就会跟着你的愿望 来做下期的视频 好啦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 大拇指相当赞 订阅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下期再见咯 拜拜